Hello 同学 欢迎收看S1PK数学 来 进入十字教程的单元 这个单元是你以后不太需要再复习到的 因为你会在这边练到非常非常的透彻 如果你今天愿意的话 你这边会有很多很多重复的提醒 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练到后来你就会有一个直觉出现了 就是以后看到题目你会直接写出答案 好 那我还是先把观念稍微再讲一下 你知道X加3乘上X加7 对你来讲这个的展开你会不会 会吧 这是叫X1X2好了 所以你在乘的时候呢 你会叫做X乘X 所以你会叫做X乘上X 再加上7倍的X1 再加上3倍的X2 然后最后叫做3721 对不对 这是1 2 1 2 好 那你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又等于等于什么 X的平方加7个加3个 当然是10个再加21 目前OK 好 从左边到右边都展开 那你现在从这里到X加3X加7 这个就叫做 因式分解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因式分解 所以X平方加10X加21到底怎么回去 那你就这样写嘛 X平方一定是X乘X来的 那那个10呢 你知道21其实是1乘21和3乘7 所以你到底是哪一组 可以凑出10个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3跟7 而且是正3正7 交叉相乘3X7X会合到10X 所以答案就会出来了 对不对 这题就是这样出现的嘛 这是基本观念 好 所以X平方-10X加24 我就可以写出X乘X 那24有什么 有4乘6 4跟6合并就可以10个 OK 4跟6 好 有人说 老师也有2跟12啊 好 2跟12我也写给你看 好不好 来 今天是-10X 所以这里是-4X -6X 所以这里就可以凑出-10个 所以它叫做X-4乘上X加6 可是为什么2跟12不行 好 我们来看 它虽然叫做-10个X 所以你知道 老师这是-12个 这是正的两个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看这两个相乘是-24 可是我们是正的24啊 对不对 所以它当然不行 OK 好 再来 第二小题 -X平方加X加20 我的习惯 我会用负号提出来 X平方-X-20 先把负号都提出来 然后在旁边写 XX20要凑成一个 那就是4乘5了 那就是4乘5了 所以这里就是-5个X 跟占4个X 所以答案就是-的 X加4 X减5 好 这一题最基本的第一题 对吧 对 对